CNK 其實我覺得吃牛扒,永遠出街吃都是沒家那麼好吃 因為在一間餐廳要做到肉汁鮮嫩 但是由煎出來的樣子好看 其實真的要很多功夫 今天就教大家做一個非常多汁 而且剛剛好的牛扒 而且還加了一樣零食在裡面 一會兒就看看是甚麼 其實我很喜歡吃熱浪 而我也很喜歡吃牛扒 嘗試將這兩樣東西怎樣放在一起 今天就做了一個實驗 究竟這個效果你喜歡不喜歡 就要你主角才知道 材料有牛扒 這一塊是西蘭 有這個薯仔 Dior Mustard 就是芥辣 還有我最愛的熱浪薯片 其實做這個牛扒 非常之簡單 為甚麼我們經常在家裡 都做不到牛扒是非常鮮嫩多汁的呢 其實只有一個秘密 就是煎完之後 每次都很心急就馬上吃 沒有將牛扒放一個休息時間 即是休息的時間 其實你不休息它 它就 整天都是一切出來 整個碟都血流成河 這樣就非常之恐怖 那我現在就加少許鹽給它 這個是粗的海鹽來的 但是經過了這個磨 磨又它 那就會令到它更加入味 黑椒 黑椒呢 其實我喜歡買一粒粒的 即是一粒粒的黑椒 黑椒 來磨碎它 好過你買一瓶已經磨碎了 因為其實裡面的香味是會揮發的 所以磨定了它就會走味了 最後加少許油 那就不要加橄欖油 因為橄欖油的味道太濃了 多數如果配肉類 我是喜歡用葵花籽油的 其實做牛扒有個秘技的 就是你煎完它之後 我會再放進焗爐裡面 焗它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煎的始終受熱的方向 只有一面 然後焗 如果你焗的話 就可以四面一起進去 就會令到它熟得更加均勻 熱力更加均勻之餘 又不會令到它過焦了 我現在預熱了 燒熱了那個煎鍋 加點油 但其實也不用太多 因為剛才醃的牛扒的時候 我們已經倒了一些油 令它吸收了一些油在上面 好了 我們燒到它也要挺熱的 然後呢 我們就把牛扒放進去 煎這個牛扒 其實有時候大家有一個壞習慣 就是這樣那個鍋鏟 煎到它 那些色澤比較平均 但千萬不要這樣做 因為我們最寶貴的肉汁 就會被你這樣煎出來 其實是不好的 其實我們把它煎到 有一些啡色 我們就可以把牛扒 放進焗爐裡面了 180度 現在這個牛扒這麼薄 我想三至四分鐘已經可以了 其實就這樣煎牛扒沒什麼特別 今天就再多了一個小小的設計 就是熱狼 我們剛才把鮑魚熱狼拍扁它 不用碎到變成粉末 現在碎到它變成了這樣的樣子 好像一個麵包糠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呢 我們剛才焗的牛扒 就要焗三分鐘 我們在焗它大約兩分鐘的時候 把牛扒拿出來 然後在牛扒的面上 塗一層Dior Mustard 塗了下去 然後再黏熱狼 好像在脆面一樣 為什麼不一開始就放下去呢 因為始終那個芥辣 還有濕的 有濕氣 會煮到薯片淋了 如果焗得太久 我們不要攪那麼久就可以了 好 現在應該都差不多了 我們就把牛扒拿出來 掃一層芥辣下去 然後就可以撒薯片了 撒完薯片之後呢 我們就放回鍋爐裡 焗多它一分鐘 那另一邊箱呢 我們就處理這個薯仔了 薯仔洗乾淨了 然後呢 我們把它切成一個鑊片 把牛扒拿出來 牛扒焗了一分鐘之後呢 就會變成這樣了 那現在很重要的東西呢 就是讓它休息了 通常我們那塊扒 如果這麼薄的話 通常你如果要焗它三分鐘呢 你就要最少休息三分鐘 我們切完那些薯仔呢 又要把它呢 放在一個碗裡 在水喉下面沖水 沖走上面的澱粉 因為如果你不沖走那些澱粉的話呢 它煎出來呢 就很容易焦到不均勻的了 那我們把薯仔沖水 大約沖三至五分鐘吧 薯仔沖完水之後呢 我們就要把它放在廚房紙上面 儘量把它印乾 那剛才呢 這個煎餅呢 就是我們煎牛扒那個 上面都已經有牛的脂肪了 那些牛的脂肪 其實就是牛肉的香味來源 所以呢 我們都不需要再用另一個鍋去做 那我們就 煎這些薯仔的薄片 放在裡面 那薯仔已經煎好了 我們現在呢 就可以上碟了 太鋪了 一塊牛油紙 在枕板上面 我們把薯仔片 砌到它好像一朵花一樣 我們用一個這樣的模 把它切成圓形 然後我們才把薯仔片移到上碟的碟上 然後拿走一張紙 然後拿走帽子 這樣就像很漂亮的薯仔花 之後呢 我們就固然要上一塊牛扒 牛扒已經經過了resting time 它現在的肉汁應該全部收進去 如果你喜歡的話 還可以加一些黑椒在旁邊 少許鹽在薯仔上面 這個熱烙牛扒就完成了